隨著中國整體經濟放緩 中國數百萬劑的中產階級正勒緊腰帶 1月16日 鋼琴銷量斷崖式下滑 登上微博熱搜 一篇名為《一夕之間 鋼琴被中產階級拋棄了》的文章 指出去年一半鋼琴廠倒閉 以前五、六萬買的琴 今年五千塊出手都沒人要 作者認為 自2022年以來 經濟下行 中產及以下消費降級也是重要原因 民車市場同樣糟糕 大陸媒體報導 豪華車品牌在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從2023年上半年 全國汽車經銷商生存狀況調查報告結果來看 三分之一的經銷商出現虧損 從深圳 廣州 到上海 到北京 那些一線城市的就業情況都不好 你只要看第一個奢侈品的採購 第二個人高鐵 第三個人旅遊 你看還有紅酒銷售 一些那個茅台酒的銷售 你去看這些就已經知道整個消費在嚴重收縮嘛 中國自媒體爆角追蹤15日發表文章 揭露當前中國從豪華汽車名表到高端培訓 這些高端消費不約而同在二三年崩盤了 文章指出2023年樓市股市慘跌 各行各業降薪財源 中產階級的房子大貶值 財富幻覺破滅 收入大幅縮水 消費信心掉進了冰窟 它沒有新的就業機會的誕生 沒有辦法讓一些人才從舊的工作崗位出來之後 轉移到新的工作崗位去 所以重點在這裡 重點不再就業機會消失 而是缺少新的就業機會 從中國走線到美國的數量很急遽的上升 三倍的上升 你就可以看出來那個中國經濟差到什麼地步 中國社會環境 惡劣到什麼地步 走線的人群中呢 之前很多都認為是底層 大量的是在中國底層的工作 但現在看來走線裡面很多 包括大學教授 包括律師 包括高管 包括一些中層 就是在中國生活的比較優越的中產階級 也加入一個逃亡的一個過程 這是個非常可怕的 景氣不佳 中國進入全面裁員時代 有網友曝光 眾多失業者 不敢讓家人知道自己被裁員 每天一早還是背著公事包出門 假裝有在工作 但其實去的不是公司 而是圖書館 臺灣總體經濟學家吳嘉隆表示 不只企業裁員 連公務員也會被裁 因為地方政府也面臨財政壓力 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達沃斯登場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率領十位部長及官員隨行 跨口說 中國去年經濟成長率5.2% 希望大家對中國市場有信心 經濟在這種不景氣的一個情況 它仍然爆出了一個5.2的增長 不排除這個數字 中共經常會造假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人民幣 幣值相對於美元過去一兩年一直在貶值 它的人民幣實際購買力是在下降 包括中國它去進口商品 可能都是需要花價的更多的美元 而不是那邊人民幣 還有在中國大環境之下 一直要求唱好經濟 為什麼不要唱衰 因為它衰嘛 評論指出 北京當局要求中國經濟學者 唱好中國經濟 正說明中國經濟處於崩潰狀態 中共沒有好的政策措施處理經濟問題 也只能喊口號